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來跟各位分享我的玩具啦 那這款玩具呢 也算是應應了我的視頻裡面的一個大陸朋友 說他想要看 這一款 Beast of War 系列的 毒蜘蛛 Black Ragnar 這個角色 那剛剛好 我的櫃子裡面有這一款玩具 所以啦就在這邊跟各位 分享一下 那 Beast of War 這個系列的玩具呢 基本上 先跟各位稍微安一個心 他的這個系列玩具 你絕對不能收 千萬不要收 Beast of War 絕對不要碰 因為他有一股很奇怪的魔力 基本上你只要收一隻之後呢 後面就會接二連三的一直買 一直買的 所以Beast of War 系列的玩具都有毒 千萬不要買 OK 那這款 Black Ragnar 就是 1999年的一個 Beast of War 系列第二季玩具的一個 金屬變體 那在卡通裡面呢 他也是有一個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 大家都知道 這個原本這隻黑寡婦的角色呢 是做為一個 一個 掠奪獸陣營的一個 女性角色 那是後面 之後 正後倒戈成 那個 強大獸這邊的一個 極限獸這邊的一個陣營的角色 那 這隻玩具呢 也是這個地方很特別的 是 他這邊 的一個 Mark 是 強大獸的一個 Mark 那當然 他在作為一個 就是 有這樣故事背景的角色啦 這裡是可以做一個旋轉的 讓他可以變成一個 掠奪獸的一個角色 他就是可以兩個陣營互相切換 這是他 一個還蠻特別的賣點 那 玩具呢 就是分為蜘蛛型態 以及機器人型態兩種 那這款就沒有所謂的第三型態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這款 Black Ragnar 基本上 我還是叫他黑寡婦好了 這款黑寡婦呢 他有一個 不俗的小機關 就是這邊 嘴巴這邊 這個地方 在作為一個蜘蛛型態的時候 他是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拉出來的 這是一個彈力線 算是一個蜘蛛絲的感覺 你可以把它吊在 物體上面 因為他這個熬這邊是一個 有彈力的 一個彈簧的結構 所以他是可以咬在一個 東西上面 你可以讓他這樣掛著 然後就是展現出一個 蜘蛛在垂降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那個 基本上啦 Bistro Roll系列的 這種 金屬變體的玩具 身上就會像這樣 運用了非常大量的電鍍 就會看到的 那這個電鍍呢 就是有 一個 漸層的塗裝 當然好不好看個人 我是覺得這個不好 因為真的不好保養 這款是還好沒有太多的烤產 可是坦白講 電鍍真的很難保養 那 動物型態呢 應該叫動物嗎 嗯 它的一個動物型態 就是像這樣子 那 隱藏的 其實不算太差 基本上 以1999年的思維來說 算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它也是跟我們之前說過的 Bistro Roll系列的玩具 最特別是在它的 設計都是左右 基本上不太對稱的 像這樣 腳也是有分不同的 身體旁邊也是左右 肌殼都不對稱 這也是它獨特的魅力所在 它不是像 傳統的載具細細 它就是一個 整個都是對稱這樣子 OK 那 那蜘蛛型態呢 基本上可動度呢 也說是非常的高 每一隻腳都有一個 獨立的球型關節 兩節可以讓它做一個 造型 然後一共有八條腿 蜘蛛嘛 這是廢話 然後 嗯 前面這兩隻大鴻 就是我稍微要講 比較不好的地方了 再做一個蜘蛛型態 坦白講 我會覺得這兩個大鴻 要做一個 比較 適度的收納 因為 它在卡通裡面呢 其實沒有這麼長 這兩隻鴻 沒有這麼長 所以我覺得它的收納其實沒有很好 這也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覺得它在收納的短一點的話呢 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OK 那 基本上 動物型態呢 就是這樣子了 那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進入 機器人的變形結構吧 首先呢 在變形的時候呢 這邊有幾個 重點需要記得 因為它身上的卡扣其實蠻多的 你必須要把卡扣卸開 然後一點點旋轉 這邊 首先先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才能把左右兩邊這個卡扣卸開 要打開 卸開 像這樣子 OK 那卸開之後呢 就會分成上跟 上部跟下部 那主要的身體構成是在這個地方 OK 那 做一個翻轉 好 這邊 機殼的地方 我們先把它左右打開 好 會看到裡面有長的 這個 胸罩 跟 身體的部分 好 腿這邊呢 左右把它移開 好 移開之後呢 把它向下翻折 這裡有個二重關節 好 把它折起來 好 身體這邊 就是朝這個地方 好 後面這邊有個卡扣 一個彈簧卡扣 它就是要扣在這個裡面 好 把它扣進去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 打開 做一個旋轉 這就是頭部了 然後接下來把整個 胸部跟頭部 向下壓 好 會 卡到這邊來 那這個身體就會 卡在這裡面 它就不會隨便亂跑了 好 然後呢 腿把它打直 做一個旋轉 好 這邊一樣打直 做一個旋轉 像這樣子 OK 然後呢 後面看到這兩個 紅色的零件 像砲一樣的東西 把它向上翻到這個位置 像這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處理 這個地方 首先這邊有一個關節 把它翻出來 然後折到底 這邊就會有一個 算是卡扣的地方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翻起來 那這個卡扣等一下就會組合在這個地方 好 那後面這邊有一塊二重關節 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 向內折 這邊會看到像這樣子嘛 這裡就是向內 把它收在身體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卡進去 像這樣子 等一下 首先把它折下來 折到定位 不好意思 忘記了 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 折進去 那 這邊要再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蜘蛛的這個 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是整個都可以拆卸下來的 把它拆卸下來之後 就會變成 這款黑寡婦的Black Ragnar的手拿武器 然後裡面這邊有一個 Hazbo Takara正版的一個名文 在這裡面 好 OK 然後蓋起來 然後 組進去 這邊就會得到一個穩固了 好 然後接下來 你就去 試著去整理它的每一隻爪子 蜘蛛爪 那卡通裡面的蜘蛛爪呢 它是作為一個像這樣的形式 好 各位應該知道 卡通裡面的蜘蛛爪就是像這樣子 好 可是玩具呢 它是希望你把它 一隻一隻的 向後把它收好 好 好 以不影響外觀為主 像這樣子 好 蜘蛛它是希望你像這樣子把它收起來 好 像這樣子 好 當然你可以選擇用卡通的方式 或是你自己的方式 好 然後這邊這一塊 腹部跟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鬆開 這裡有個卡扣 好 鬆開之後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 當然陣營的標誌 如果你想要讓它當好人 你就給它旋轉 就我剛剛說的 它可以兩個陣營做一個翻轉 好 然後呢 稍微整理一下 旋轉 整理一下 OK 那這款 Bistar World系列的一個 人氣角色 黑寡婦 Black Raccoon Air 就變形完成了 然後這個手拿武器這邊呢 可以把它插在這裡面 讓它可以拿在手上 好 當一個武器這樣子 好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很難看的話呢 拿在手上其實很感熱的話 你就一樣可以把它塞在後面 就在一開始 身為一個蜘蛛應該要放的地方 把它組進去 好 當然它也是可以參與到一個手拿的 像這樣子 好 那人心心態呢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了這樣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非常明顯 它就是一個女體 不過這邊我不得要吐槽一下 在卡通裡面的這兩個肩甲 真的沒有這麼大 真的沒有這麼大一塊 那當然它作為一個玩具這邊的犧牲呢 就看你覺得喜不喜歡 我個人是非常的不喜歡 好 那它的披風呢 也可以像這樣子蓋起來 像這樣蓋起來 好 那也可以做成像這樣打開 不過任何形態這個輪胎 其實都沒有多大的用處 因為我知道印象中它沒有一個第三型態啦 然後連說明書裡面也都沒有寫 它有一個第三型態這個東西 可能沒版說明書簡陋了吧 說不定日版就有寫 那人形形態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後面有一個蠻大的背包 不小 蠻大的 那整體前面就是一個很纖細的一個女體 然後身上的細節呢 坦白說是蠻豐富的 胸罩的地方裡面也是電鍍 這個胸罩在網路上面可以去Google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把胸罩取下來的 不過我不打算這麼做 那頭部的還原呢 基本上等於沒還原啦 因為面向整個就不像了 除了頭部這個地方以外 面向其實是不像的 那可動性方面呢 頭部的可動就像這樣可以左右旋轉 是沒有問題的左右 那手部這邊呢 基本上肩甲稍微翻一下 是可以達到一個90度沒有問題的 球形關節前後左右沒有問題 這邊也是球形關節 可以做一個前後左右摺區 手指頭呢 也是一樣可以做一個前後 這邊這個好像金鋼狼的爪子 這個還蠻酷的 然後呢 本身機器人有腰 它本來是有腰的 不過 腰的 坦白講 作用性不大 我覺得 腰其實作用性真的不大 然後裡面是一個像齒輪關節會有啪啪啪的 你要自己買回去自己感受一下 然後大腿這邊是一個球 寬部是一個球形關節 不過因為這邊會擋住 所以是沒辦法打到很開的 不過前後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打不太開 那取而代之的是這邊有一個橫向的關節 可以做一個旋轉 然後膝蓋呢 這邊是一個二重關節 所以你可以做到一個 90度以上的摺區 沒有問題 整個摺到平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 腳尖是可以做一個前後 是高跟鞋 是高跟鞋 抖M最喜歡高跟鞋 說真的 踩著很舒服 OK 那 毒蜘蛛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黑寡服 Black Rocknear 那 這個玩具呢 在同等級的Beast War裡面 其實它是非常大的 它搭上同樣系列的玩具 幾乎是一號 那 用講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直接把 他跟我手邊有的 The Restor的一個 Beast War的玩具 來跟各位做一個比較吧 當然啦 如果要比較的話 一定要把他男朋友請出買 對不對 他的男朋友 我們家的銀郎 那 站在旁邊就是利劍高低了 各位看到 基本上呢 銀郎在他面前 就像小朋友一樣 一個國中生 遇到高中生那種感覺 真的小了一整個 最少兩三顆頭以上 你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 那如果他現在等級來比 就相當於是 一個豪華級 Dueless的 配上一個 Volge class的玩具的大小 像這樣子 大概 所以他大概是早年的 Volge class那個玩具 唐來加級玩具的大小 不過在早年好像不是 不是用這樣分 好像是Mega吧 Mega跟Giga來分吧 其實我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這邊下面看各位 可以幫我糾錯一下 到底 Beast of War那系列的 Volge class 他是用什麼樣的名詞去分 其實我忘記了 那就整體來說好了 這款黑寡婦的還原度 除了這兩個大肩甲 跟面相之外 其實都還不錯的 算是蠻還原的 大概也有個七八成 那 變形其實坦白講 沒有很好玩 但是如果你以早年的思維來說 其實已經算很難得了 贏在他有個非常大量的電度 然後跟一個很高的可動度 還有一個不錯的一個可玩性 就是這個可以旋轉 然後跟這個放蜘蛛吃這個東西 算是還不錯的一個可玩性 其他真的就都還OK了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這款其實我真的沒辦法給他很太高的分 雖然我對Beast War的玩具都是非常的獨愛 但是 我摸著良心講 這款玩具整體我大概只能給他 65分到70分而已 其實真的分數不高 因為 他的整體 整個設計 光守這個地方在蜘蛛形態 我就不能接受了 然後其他就是像蜘蛛 蜘蛛腳 每一隻因為球型關節非常容易痠軟 因為他身體其實蠻重的 然後重心其實不是很好抓 因為他腳太細 然後背包太大 然後又加上說 這兩個大肩膀 真的 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給他的分數就沒有很高 當然如果你以一個稀有度來說的話 這款黑寡婦的稀有度 確實是非常的高 不論是國內國外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把它購買回家 當然前提是有的話 OK 那今天這一隻呢 其實坦白講沒有太多可以介紹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了 以一個大小來說 就是各位鏡頭上看到的這樣子 那變形結構 就剛剛各位 鏡頭上看到的那樣子 那逆變呢 其實也是一樣 就只是把後面鬆開 我會邊講邊跟各位逆變 那 說真的啦 如果你今天不迷Beast World這個系列的話 當然你就不要去購買了 因為這個東西現在 因為你後續再去買Beast World的話 都是追高 因為Beast World系列的玩具 到現在來 你要買 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最起碼 真的兩年前 兩年前 我覺得那時候還算 不太算高峰的時候 你還會看到網路上面 或市面上 你還看到一堆人在賣Beast World的玩具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高峰 一個高峰級過後 你在網路上跟市面上 你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喔 那 以至於現在要買的話 其實就不是很好買 那我今天本來 我在介紹這一款 這一款黑寡婦的時候 我在考慮說 我到底要不要介紹那個狼珠 就是Beast World系列的那一款 忍者 忍者兵啊 他叫忍 他的異歌是什麼 忍者戰士是不是 那 當然 那一款也是作為一個 一個強大 一個掠奪獸的 一個陣營的角色 那 這個角色呢 在一開始我看不懂 卡通的時候呢 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 卑鄙無恥的角色 後面才知道說 那是委員會 安插在 恐龍王身邊的一個臥底 就很無間道 方法符合他忍者的名字 好 呃 當然如果你們有想看的話 我之後的影片呢 再貼那一款狼珠 給各位分享 好 那今天這款 黑寡婦就到這裡了 蘿莉多說的廢話又浪費一分鐘 為了就是要把它變回去 好 當然 如果你喜歡 就自己上網去找看看吧 好 那 今天影片如果你覺得OK 然後你聽聽覺得還不錯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讚吧 因為我的風格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點像在閒聊 可能覺得我醉詞很多 沒有辦法 因為我就是一個聊天的性質 在分享我的玩具 那也沒有什麼剪接 也沒有什麼特殊效果 因為我那些我都不會 對不起各位 我不會剪接 我也不會做什麼特效 那我很簡單就是用一隻手機 這樣很隨性的拍給各位 我很認真 很認真的隨性喔 好 那就不認識給個指教啦 好 那如果你下次還想看我的影片呢 覺得我這樣的介紹方式 你能接受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訂閱吧 好 那訂閱之後呢 記得把鈴鐺打開 這樣才能隨時隨地看我更新 那我更新頻率其實不算太低喔 我就更新頻率很高 好 那 我的留言回憶率也很高 所以今天 基本上你想要跟我聊天的話呢 就在下面留言吧 好 那我的分享玩具就是像這樣子這種 變形合體玩具 那會有少量的一個可動玩具跟電子玩具 好 當然看我心情 那我不一定是分享變形金剛 會有其他的系列 一如說還蠻白癡的東西 好 這支影片發完我還會再發另外一支 我自己覺得還蠻有趣的玩具 好 當然就各位期待吧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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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